下午在彰化时下起了午后雷震雨 那一名老翁在夏天工作的时候 竟然是十足跌落水沟 还被暴涨的洪水给冲走 那警方跟消防人员获报之后 也展开了漏夜搜救 救难人员呢是拿着手电筒 在暴涨的这个洗水当中 努力要搜寻老翁的身影 但是到现在人都还没有找到